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无数的艺术作品中 常常都是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 在古老的圣经当中 也常常会有很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而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却在于 其中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信仰内涵 接下来 我们就来思考其中的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的男主人公 名字叫做雅各 而女主角 则叫做拉杰 我们分享的内容是记载在《创世纪》的29章20节 雅各就为拉杰服饰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我们的男主角雅各 本是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 他的爷爷名叫亚伯拉罕 父亲叫以撒 这样一个家族不仅是家道丰富 而且在信仰上也非常的虔诚 然而 因着一碗红豆汤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雅各流落他乡 最终投靠他的舅舅拉班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与舅舅的小女儿拉杰相恋 并且向舅舅拉班提出来 要迎娶拉杰为妻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在拉班家打工七年 雅各欣然同意了 圣经如何描述雅各 对于这份爱情的等待呢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当然 在现代人看来 在一个固定地方打工七年 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了 然而对于雅各来说 却是几天的光阴而已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时间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 黑发变成白发 但是他没有改变 雅各对于拉杰真挚的爱 最后两个人也忠诚眷属 故事讲到这里 它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在很多的旅游景点当中 看到所谓的童心锁 这个锁有两部分构成 中间连接在一起 如果两个有情人来到童心锁面前 就会买下两把锁的钥匙 然后将这个锁给它锁住 放在墙面上 放在墙面上或者桥的护栏上 锁上之后呢 他们就会将钥匙扔掉 其意义在于表示永不分离 天地可以作证 可见 人们对爱情都充满了浪漫的期许 然而 现实却很残酷 我们今天是一个高离婚率的时代 那真挚的爱情 经得住时间打磨的爱情 实在是越来越少 现代人在理解爱情的问题上 并不再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乃是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压力当中 爱情展现出来的更多时候 只是一种心灵的激情 而非精神上的互相接纳 与交流 当然 我们不可否认 雅各和拉吉的爱情 因着偶遇而产生过激情的火花 但是 激情过后 却是七年的冷静期 俗话说 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 更别说恋爱了 然而 就是在这七年的冷静期当中 雅各他却越发爱拉吉 作为一名打工仔 他内心的信念 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环境 而产生丝毫的动摇 时间成为他们之间真爱的见证 请问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也在苦寻这样的真爱呢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位 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一直爱着你 不仅仅如此 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刻起 这份伟大而永恒的爱 就伴随着我们 这就是上帝的爱 有人会问 上帝的爱是怎样的呢 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如此来描述上帝的爱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今天上帝的爱 更体现在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上 虽然 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但是他的爱丝毫没有改变 如果你来问我 上帝的爱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到 那我就请你举头望天 你会看到太阳或者月亮 我也请你低下头 你会看到江河湖海 群山峻岭 这一切都是他手所造的万物 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阳光 空气和水 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一天你裸奔离开地球 你瞬间就会在太空中消失了 所以每天你都是活在他的爱里 而且他的爱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那在我所服务的教会里 有很多的打工者 他们都是离开家乡 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的生活 那当中有一位素质很不错 而且是高学历的白领 平日说话非常有主见 谈吐不俗 但是在与他的交流过程当中 他说影响他 而且让他走进教堂的 却是他的妈妈 因为学历并不是很高 而且谈吐很普通的一位母亲 他说没有出来工作的时候 总会嫌弃妈妈的唠叨 而且他以为出来工作后 会享受真正的自由 但是在打拼多年之后 他愈发想念自己的母亲 因为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落 妈妈的爱总是不改变 现在他来到了教会 想起妈妈的各种唠叨 明白了 却是金玉两眼 他每次都非常的感恩 现在他顺服妈妈的教导 来到教会当中 这是他妈妈给他 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各位朋友们 的确如此 我们常常在失去真爱的时候 才责怪自己为何不懂得珍惜 上帝的爱就好似妈妈的爱 米酒月真 作为浪子的你 还不快快回到他的怀抱中吗 另外一方面 就是耶稣用他的生命 再一次告诉我们 上帝伟大的爱 实际上 雅各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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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境界 如今 他的牺牲依然有效 你是否愿意 接受这份真挚的爱情呢 曾经 有两位男孩子 一起追求一位女孩子 女孩子 为了验证他们的真心 于是 有一天将二人 带到一堵墙的面前 他说 如果你没事真爱我 那就去撞这面墙吧 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就想 哎呀 如果我撞上去死了 就不能享受 这位女孩的美貌和她的财富了 于是 他愁畜不欠 而另一个男孩子 则毫不犹豫地 撞了上去 结果 这面墙 忽然倒塌了 那位男孩子 安然无恙 原来 这面墙 是假的 是只做的 通过这个实验 女孩子 就是要看看 谁 才是真心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 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也常常被测试爱的纯度 也想知道爱自己的人是不是真爱 但是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耶稣的爱也是如此 她的爱就体现在十字架之上 她为我们的牺牲 证明了她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与长阔高深 总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面对那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 你是否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吗 你是否在等待真爱的出现吗 我今天告诉你 有一位已经爱你 他在用生命来爱你 他的爱跨越历史长河 这就是耶稣的爱 希望你看过以上的视频 接纳他的爱 开始新的人生 我愿去接纳他的爱 今天我也邀请你 与我一起来接纳他的真爱